食物 食物 好 食物 食物 李先生 你太壞了吧 啊 你又要挖你 别挣 你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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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挣了 李先生 转转转转 哎 哎 哎 来 雷声带转 雷声带转啊 哎 哎呦 哎呦 我们北京风景买不买啊 啊 是吧 就就就就 咱俩好好商量商量行吗 没那么商量啊 哎 你们的货 就那么财回腿货 你再找人再 是吧 我再给你夹二人啊 啊 那种连生带将在忘啊 忘好了 还给你夹 这边剪了要突然命呢 啊 看我你啊 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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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要不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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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危险的 是他花錢讓我根本幹的 是你幫了警方 是我報的 警察公正你可來 這是你的 是我 誰是你這麼做的 是他花錢讓我根本幹的 是嗎 嗯 身份上說是你 你還是廣播電台的主事人呢 不是美 跟進出眼處啊想想規定 你被行政拘留了 過來 起來 你拉我一下 我動不了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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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无事给您三宝天 说说 是不是又惹这麻烦事了 哪能呢 刘叔 您不能拿老眼光看我 我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努力创业 争作模范手法北京市民 慧平姐怎么样 身体好吗 我这一步好长时间没见着了 我妈 身体呗棒 可精神了 还在街道折腾呢 刘叔 您也还好吧 我看您这气色也特好 我这就一个盲字了 您可得注意身体 就您这年纪 一定要注意养生 这晚餐就吃泡面了 这可不成了 这有忙的时候对付一下她 没事 没事 什么没事 这可不能凑合 我工作还忙 没有工夫闲聊 您有什么事说 是这么个事啊 小事一桩 我不弄个游戏公司吗 有一个员工 是从湖南岳阳来的 坚决要跟她老公离婚 结果她的老公呢 就从岳阳追北京来了 弄个大刁车 听我们公司门口了 把自己升到半空中 在上面连唱带跳 连吼带叫的 就跟耍猴子像疯了一样 结果就招了一大帮群众 再叠起哄 这不扰乱社会治安吗 就被咱们所的警察给带走了 就这么个人 我问我 你是谁 你有没有 不扰乱社会 你試試看看 人家是小子 你组织做不是 谁 去家是小子 你不和 fre 而且你还能还有 你没打算 你吃什么 咱倆坐下来 我再给你好好汇报汇报 嗯哈哈哈哈 走吧 哈哈 那我就趕快去吧 哎谢谢啊 小冰 感觉不错吧啊 没给他们唱两句 是不是饿了 走 就你吃饭 哎不不不算了算了 算了 怎么着 还想回去 别磨叽了上车 第二 还得行行行行 付不了那么多 必须多喝点 压压惊啊充重晦气来 多谢多谢 那你来说呀 你来北京这些日子呀 我应该尽个地主之宜 请你吃顿好 可是货不单行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啊 走一个哥唱家 来 来 这都好了 这一吃好了 哎好客气 客气啊 要说你这歌唱的真不错啊 学过是吧 专业的 有机会啊 咱们一起听个歌啊 不过我觉得这机会啊 也妙 哈哈哈 看不下啊 李总 不是 觉得我还是得谢谢你 甭把这谢啊 总挂在嘴边 应该的 荷花是我的员工 你是他的前夫 于情于理上来双 你也算是我半个员工家属 对不对 我们还没你 属现人 就你俩现在的关系 离与没离有区别啊 其实啊 你也听我去劝 天涯何处无方法 干嘛单恋一枝花呢 是 咱老爷们最高贵的品质是什么 就是拿不起放得下 敢做敢当 既然已经干了些挽回不了的事情 就随他去了 是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我跟荷花的感情 应该是真吗 真 真 不一般你睡得不一 不一般你在结婚前把伴娘给扮了 都怪我一时活 我跟他纯属是礼貌性上话 都是男人 这个你应该明白 我真不明白 你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啊 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挑食的 那我哪知道会闯这么大祸 现在真的是追悔莫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了 就你现在对荷花做这些伤害 那不是一般的伤害 那是致命的伤害 你懂吗 就荷花的性格 那么要强 就算不跟你 他能给你好处准备我吗 如果没关系 就兄弟您这长相啊 你这有磁性的这个嗓音 加上你的才华 我都了解 你们当电台主持人呢 只要嗯嗯 我业业化这位美美啊 你有什么问题 这种 做甭管你做不做 有没有粉丝吧 有吧 里面不乏那种貌美如花的美女吧 找一个呀 是不是 做男人要找一个爱 别找一个你爱 这很重要 你可以在外面随便的采旗飘扬 回到家依然红旗不倒 这也算你牛 不是不是 关键我不是那种花花肠的那种人 哼真的 现在 只要和花愿意回心转意 让我做什么 让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像和花这种真少 他就没有 和花是真优秀他是真好 虽然说他有时候 就像你说的他只是厉害了点 但是他底要愿意对你好 他掏心掏肺都可以 只要愿意对你好 他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愿意对你好 当然他 他不会对你 他他只会为我好啊 对你也别多想啊 虽然他现在 一直有状态 但是我知道 他还是爱我的 他心里还是有 我告诉你我胡说没 我绝对不会放弃 你是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 我是真的贱 没有罪贱只有更贱 不是这个你 你们哪个意思啊 甭跟我解释 我也犯过贱 我都懂 来 既然你就这么跟我掏心掏肺了 来来来来 咱俩今天就在这串儿吧 来个串儿吧论贱 这你怎么断了 我这喝酒 你别以为我傻 李建军 小贱 贱贱 你以为我看不通 你对合法就没安好心 你 看着他 你想 该放 你想趁虚而入是吧 当你当 叫吧是吧 啊 跟我弟搁那是吧 我就看上林老 我就喜欢他 他那种可怜样啊 他受伤了我想保护他 你有折吗 可 可是我们是合法夫妻 你你这是小三行为 说我是小三 是谁先把小三领进家的 谁 啊 没有本事带着竞争 我不会像你出来啊 弄个老刁车站到我们的公司门口 你快回来 回来的屁啊 你以为你这么唱他就回来了啊 你唱歌唱得好 你去参加星光大道去 你唱歌唱得好 你参加快男人 你跑我公司不够好什么呀 你以为这样就你爱你老婆了 你是在毁他呢你知道吗 他是有负之负 有负之负个屁 我都一张纸啊 你就是 梁山坡的军军 无用告 我真不信了 哼哎呀你怎么 这么不要脸的事让你这么一说 怎么这么有道理呢 你那你呀骂谁不要脸 我骂你不要脸呢 你再说一句 我告诉你我要是 不能确定我能不能打得过你 我早打你了你知道吗 你太过分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啊 我肩膀扛这东西就在这呢 来来你打我一下 别逼我了我真没逼你我让 来打我看我来就在这 我可真打你啊 你要不打我孙妹 今天我就把你当成串烤了 你信不信 你别逼我啊 真的我可真打你啊 大哥 您先收拾 咱们得有专检查看的不太好 卡在这儿是吧 在你后面呢 好过来你叫他过来 来你叫他过来 你叫他过来 让他小人是什么 对没事咱慢慢打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 偷花 偷花 人我帮你弄出来了 我还帮你警告他了 他要再敢来纠缠你 我能纷纷让他出来 也能让他纷纷让他带回去 啊 哦 哦 你晚上有事吗 没事 那正好 你把妙学找来呗 那个你爸爸就是早市上买了一只鸡 让你爸给他做那个 哼东煲仔鸡 哼东煲仔鸡 你爸做可好吃了 妙学加班了今天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大周末加什么班啊 你当副总的不加班 他干嘛他加什么班啊 那人有工作也不能成天围着我转 不是他不围着你转 他围着谁转啊 他父母又不在 全到美国去照顾他姐姐生孩子去了 他不就一人吗 面 你 你不能这么稀了马虎了 妙学多好啊这姑娘 你别以为你怎么着 你条件有多好 你就人家认为人板上钉钉不会跑 你别以为人女孩子怎么着 人家没准人家等着你求婚呢 你这老不提 是不是 万一人家遇到一个别的挺好的一小伙子 人家一说咱俩结婚吧 人走了 到时候你 白耽误功夫 煮熟了鸭子飞了 妈 我跟人家说 不是你的开也看不住 是你的就不用看 你看了吗你就用不着看 你得看呢 你不看哪行啊 这么好的女孩子你不上点心 大周末的你还不约人家 你就自个儿在家陪着我们干什么 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小了三十了都 你赶紧你把婚结了 是不是你把家安顿下来 我跟你爸爸这事我们就什么心 妈妈咱能说点别的咱能说点别的吗 你弄得我都不想见你了 你干什么呀三句话不离结婚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你再说一遍你不想见谁了 小明 你说呀你不想见谁了你跟我说一遍 小明 我也想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说点有意思的事你这 我知道你你说这个结婚的事你是为我好 可是我那天不跟您讲了吗 我跟妙学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有我们的打算 您老提这个事你会给我压力 这样就给我的全是负能量 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正能量 让我每天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是不是 什么正能量负能量啊 我怎么给你负能量啊 你妈让你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这怎么成负能量了 还能有比这更正的能量吗 你告诉我 你这个得听你妈的 都把你妈寄出病就麻烦了 行吧 妈 不是结婚吗 不是生孩子吗 我听您的 我接 我生 好厌 这孩子你 什么时候结 妈这样 以后一年时间 我保证一年之内 把媳妇给你们带回去 你们先回湖南行不行 什么一年时间呀 马上就二零一二了 世界末日了都你还一年时间 你怎么还信这个呀 不是 就真二零一二世界末日了 谁还结婚啊 跟都都死了接什么婚啊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你就不接了 要接就得二零一二以后啊 啊 你接不接 你先吃老生子 我告诉你你要不结婚 就是你妈的时间末日 你 我去 都上去了哈 上去也没用 你 喂 妙雪 你今天加班是吧 你幾點鐘完事啊 能不能上這兒來 讓叔叔給你做點吃的 我們想晚上請你吃個飯 你你誰啊 我還是 我是你呂阿姨 呂阿姨 對呀妙雪 那個你晚上妙雪 你讓他晚上過來看 我聽見沒有 你 你你告訴他讓他晚上過來吃飯 我給你爸爸跟著他過去 你別忘了 你搞什麼名堂啊 我幹嘛要去你家吃飯 剛剛那是你媽嗎 我認識他嗎 你說好奇怪啊 他是不是認錯人了 哎還有別人叫妙雪嗎 不是 是 什麼有時間啊咱倆煎個面 天啊也沒煎你們 哎行了行了 什麼情況啊 亂七八糟的沒事我掛了 怎麼回事啊你明 我讓你跟他說呢那晚上來吃飯 你怎麼就不說這話 不說了嗎他加班 不是加班他總得有下班的時候 他能一晚上在那待著啊 走走走走走 怎麼回事你們倆吵架了是不是 我看他在電話裡跟我說話 也沒什麼禮貌 也不叫我 那聲音也不太對 是不是吵架了 他 他他那不是累的嗎 不是怎麼回事你跟我說說 是不是吵架了你們倆 沒事媽我一會兒出去看啊 這孩子 你怎麼回事你跟我說說 雖然有將來說 評論 wife 呢 喂誰啊 主任啊主任您好 對我還在北京呢 什麼 明天就開播啊 啊 呃 行我明白我這就趕過去 對對對 我這就奔機場去啊 哈哈哈 非長沙非武漢都行是是是 啊呃那個 好連眼連眼對 好好明白謝謝主任 謝謝主任 請進 小姐喝杯水吧 店長一會就回來好謝謝啊 不客氣 什麼樣子 我要找媽媽 你媽媽找不到了 別哭別哭 阿姨幫你找媽媽啊 誰家孩子 不知道誰家孩子找不著媽媽了 別找 別找 不然看一下了啊 好了別哭了阿姨幫你找媽媽 哎住車 是哎呦 反正我請了一天假快走起 哎老了 這兩天一直往跑吧我媽 也沒顧著你 你怎麼樣 哎還那樣唄 哎說說阿姨怎麼樣了 你們房子 回頭再說 你在江波那待的還習慣嗎 對了湖潤北後來 沒有去騷擾你吧 別提那人 漢明其實 我在江波那住的挺不方便的 早晚也得自己租房子 我想讓你幫我租一個 一居室 月租別超乎一千五吧 今天房價沒那麼漲 但是租房的價格一直在漲 租一間地下室都得一千塊錢 你這一千五以內的房子 我怕你住人太委屈了 你沒關係 反正我來北京 不也是要重新開始嗎 我雙看明白了 什麼事都得靠自己才最穩妥 你手上有合適的房子 你帶我去看看 你等一下我去拿資料嗎 謝謝 雷雷 雷雷 哎呀哎呀你來這兒了 哎呀雷雷 哎呀真不好意思 謝謝謝謝你了 不客氣孩子特別乖 好了媽媽來了回家了啊 不哭了不哭了啊 雷雷 謝謝阿姨 謝謝啊 好客氣啊回家吧啊 我們走了啊再見 再見啊 好再見 這塊房子好是挺好的 真是太貴了 兩千塊錢還貴啊 這已經是北京最便宜的了 沒有再便宜 行 我帶你看一個便宜的 你能不能給你 你們是否也想要 你自己可以 我和你家玩 你會不得 那阿姨 你會不會這樣 我看你把他放在一起 我看我 你會這樣 他就能夠在一起 飘在北京人用都不容易了吧 啊不是因为我妈 还不在这破地呆呢 物价局上高度一倍了不值 妈 怎么又吃饭啊 人不一定有时间 行试试看吧 还是先挂了啊 阿姨电话 你还记得吗 你的戏演的怎么样 没露馅吧 暂时没露馅 真不想往下演 现在就像个消货员似的 天天就服 哎对了刚才在公司你也没说 你那房子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那天我带你看那套房 就那个王黄东 你还记得吗 王守贵啊 你用的是他的房 我之前骗我妈说我买的是个大三居 又在CBD 我妈要是个外地人 我已经能骗过去了 这一般房子我也蒙不过去呢 他什么时候把房子租给你的 不是租是借用 他把房子借给你了 这么大方 我头头拿了他放在公司的钥匙 他不知道啊 这是能让他知道吗 那你干嘛不跟他租啊 我是想租 北京的房子都是半年起租 他那房子两万块钱一个月 半年就是十二万 我再加上加薪什么的 就得十四五万 我妈就来几天花十四万租房子 我们疯了 所以你就偷偷拿了他的钥匙 住了他的房 我知道我这么做挺过分的 可是我也没别的办法呀 挺好 挺好吗 是啊 他那房子挺合适的 是挺合适的 可是哪天他回来撞上了我这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出国了 你跟他有联系啊 是 就联系了一次 不过你放心 就那人渣 我以后再也不会搭理他了 是不是那天我给你打电话 你说能弄到房子 找他去了 是 我跟他说我父母要来北京 一开始他答应了 后来那小子 怎么了 我跟他说我父母要来北京 我真是 魁明 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社会特复杂 有钱人比穷人还能算计呢 他们才不会让你白白占便宜 他没欺负你吧 欺负我 我是那种容易被欺负的人吗 可谷 我知道你去找他是因为我 我很感激 但你这么贱他太鲁马了 是 有钱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但他姓梦得多惊啊 他真把房子建计 他指不定憋着什么坏的 你说你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我怎么跟你爸交的呀 知道知道知道了 你这一脑门子的官司 你就别开导我了 你确定那孙子出国了 确定确定 哎呀 哎呀好吗 这就可以睡两天踏实觉了 哎你一会有事吗 没事 跟我去我们家吧 行刚好我看看叔叔阿姨 顺便帮我个忙 什么忙 帮我从侧面打探一下 我妈她们到底什么时候走 你自己不会问的 我一问她们该怀疑 我要撵她们走了 行我帮你问了 还有啊 嗯 刚才在店里那叫林畅的女孩 有印象吗 那女孩 我有印象啊 我觉得她挺好的怎么了 她现在就是孙妙雪 啊 她是孙妙雪 怎么回事 准确的说她现在在扮演孙妙雪 那真的孙妙雪呢 她不愿意见你爸妈 她是不愿意以女袍的身份见我妈 为什么呀 那朋友帮个忙装着样子总可以吧 她不就那脾气吗 也不跟没见过 哦 那那林畅人家就愿意 那怎么了 我们是同事 我平时还挺照顾她的 反正她愿意帮我这个忙 哎她一会也去 你别说漏了啊 这房子也是假的 女朋友也是假的 你这晃撒的够大的了 这 mots 这 你不断加油 我自己看 没有 也不认不一点 mr 我得先回去了老师 家主人那么着急走过吗 还时间早呢 今天我宝贝儿子回来 我得去给他买菜 真是的 你们见面啊拜拜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已碎 我家这是怎么了 回来了老太太 你看啊 我看你这平常干活的衣裳 跟游子抹花的 我给你买了一瓶 熟悉洗衣液 给你演示一下 是这样的 我早用过了 用过 用吗 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啊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臭小子还好意思说 一个月就回家这么一次 我不多买点好吃的 留住你的嘴啊 看 那么特意 拜我少说一句 本想带您出去吃的 怕您辛苦 不去不去啊 我买这么多菜 不然就那么废 那这样 您歇着 今儿儿子下厨啊 我给您露一张啊 去去歇着 歇着去啊 你看你忙一天了 歇着去 这今天这太阳 打西边出来了 您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 长老妈有事吧 贾主任 又漂亮 又火眼睛睛的贾主任 我呢 是有个小事 也是为您着想啊 咱们家是不是有个小两居 这小区也空着了 你想打那房子的主意啊 那房子可是有你童年回忆的地方 这房子啊 对有人住 有人住了才有人气 有人气呢 对我运气才好 房子是靠人气养出来的 您考虑考虑把它租出去呗 那房子要租出去 这一年就全毁了 我可舍不得 那得看您租谁了 我这儿有个靠谱了 是我公司员工 江波的发小 知根知点 女孩子吧 你怎么能不了解我呀 我还不了解你 这么多年 那坏女朋友 都跟走马蹬似的了 弄得你妈我都眼晕 也没见你领证结婚 照您老人家的话说了 我还年轻 我干嘛要找媳妇啊 有儿子呦 你都三十多了 知道吗 这次可不成 我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你要不是 谈婚论嫁的女朋友 妈绝对不帮你的忙 你呀 先把那女孩领来 让我见见 然后咱们再谈房子的事 您这不为难我的吗 我跟那姑娘 还没到那一步呢 到哪一步了 这姑娘啊 挺特别的 刚来北京没多久 跟我以前好过那些姑娘 完全不一样 又麻又辣 自强自立的 别说 她身上有您当年纷纷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在儿子心目中 对媳妇最理想的形象 就是自己老妈的类型 呦呦呦 看来这次我儿子动了真心了 没错呀 妈 她给了我一种 前所未有过的感觉 真的 你想想啊 像您当年那样 狭苦柔肠 干净利索的姑娘 现在哪儿找到 简直就跟恐龙一样啊 灭绝了 可是她谁 叫什么名字 这名呢 也挺咯的 叫荷花 人可荷 一朵花的花 大酥溜大哑 我还真没见过 把我儿子迷成这样的女孩子 行 妈考虑考虑 哎呦妈呀 你该考虑什么呀 人家急着租房子 您就答应了吧 哎呦你急什么呀 就是往外租也得谈条件呢 多少钱一个月呀 您看这样行不行 每个月呢 别超过一千五 你得了吧 我这房子随便一租 它就三千 你想什么呢 你妈我傻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 每个月 我补齐你三千 你补齐 那跟我从这口袋 拿到这口袋 它有什么区别呀 出风呢你 您想不想抱孙子吧 我当然想了 那我也得抱得上啊 您要想抱孙子 就答应我这条件 您要答应我这条件 我就 您就答应了吧 您大不答应 行行行 你大不答应 我答应你啊 你这鬼迷心呛了 你这孩子 那您答应了 您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您别跟她说 您是我妈 那我不说谁你妈 那我说是谁呀 您就说 您是我发小的妈妈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我跟您特亲 是我贾阿姨 我凭什么呀 我的房子 我还得跟你玩潜伏 去去去去去 不是 这姑娘 人特要强 特要脸 要让她知道 租的是咱们家房子 肯定不租 就您身经百战的 都赶上女特务了 这点事对你还算事啊 行不行 妈 家会平常这 家主任 行不行 行行行行了 妈让你当枪使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做饭 让妈也享受一会儿 得了你 您就请好吧啊 嗯 坐不熟我还不能做生的吗 妈 这芹菜能生吃吗 不用怕 妈 妈 哎 真好 呦 我妈 你怎么来了 我听汉银说 你跟叔叔来北京了 我特地来看看你们 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 呦 这孩子还带什么礼物 你看客气的 那看你进屋进屋进屋 哈哈 他们有我要去个洗口间 在哪 那边就是 在那个 那边就是 哦那好好好 开灯啊 哎 这怎么回事 你推我干什么呀 你怎么把她给弄来了 你把她带来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把她给弄来了 什么怎么了 妙雪呢 不一会儿去接着 接着一会儿妙雪来了 看见她 那不得怀疑到时候 以为你们了 怎么着 不会 什么不会 不是 这不是你说 那让何瓜见见妙雪吗 哎呀 我的孩子 你气死我了 我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爱 我多听话呀 好厉害我 我发现你这孩子 你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 我说你没跑北京来 老纠缠她 她想换个住的地儿 让我帮她找房子 你打电话说 我们在一起 我就把她带来了 要找房子 干嘛 你帮她找房子 你是哪儿帮她找房子呢 我 做房地产呢 我还不是那几个 房屋中介 我 这可真行 我发现你这孩子做事 那个 阿姨 那她得接她女朋友去 让她先走 你去吧 我跟何花聊会儿天 去吧 好聊 行了 好 慢点开啊 喝点茶 谢谢阿姨 你们年轻人啊 都不爱喝茶 其实茶对人身体特别好 何花 那你这以后怎么打算的 跟阿姨说说 我跟湖沦北肯定不可能再复合了 岳阳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去留北京吧 你就打算长期留北京了啊 是啊 我这不是让汉民帮我找房子呢吗 啊 你现在不是住在那个江波那儿吗 对 工作也是他帮你找的是不是 可不是吗 啊 你瞧瞧 你你现在又打算长期留北京了 小波又对你这么好啊 那你们俩人 我们俩一直特好啊 不是 小波又一个人 你们俩 有没有 我跟江波啊 我们俩就是哥们 我从小跟他就是哥们 他不把我当你 他不把你当女的 这叫什么话呀 你多女孩子劲啊 哎 你见过小明女朋友没有 叫孙妙学的 我还没见过呢 我听他说了 可好了 我跟你叔叔都特喜欢他 北京女孩 北京女孩 不对子女 特别文静 特别懂事 跟这地方上的女孩子 那个劲儿不太一样 快接了 这么快啊 快吗 都两年了 俩人好了 有点着急啊 汉民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 什么上升 你甭管是上升期还是下降期 家庭是第一位的 最重要的 对不对 成家才能立业嘛 再说也三十都过了 汉民 你挺有福气的 是是 阿姨恭喜你 嗨 来 来 坐 回来了 妈 来来来 又妙学 你好你好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她呢叫荷花 是我们小明的发小 我们岳阳住邻居 这就是小明女朋友 现在应该叫未婚妻了 叫孙妙学 握握手 妙学你好 我是荷花 你好你好 刚才阿姨可劲地夸你 阿姨特别喜欢你 是 阿姨给我讲了 来进来坐吧 一会儿班就好了 我帮叔叔去厨房忙活忙活 不用 你这孩子 你还帮什么忙啊 太懂事 这孩子 阿姨 你在北京还习惯吗 我还能不习惯 我十岁才离开北京 我就北京人呢 你不不知道 哈哈 我们家就住南黑院 啊 吸了胡同甲27号那会儿啊 现在那条街全都变了 已经都变了啊 那你这回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我 我有点东西想让你跟楚叔带给我爸 带东西是没问题啊 但是 我们这还没定什么时候走呢 因为妙雪他父母啊 现在在美国 说回来呢 怎么也得两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我们得等他父母来了 我们两边老人坐一块 把事定下来 这我跟你叔叔才能回岳阳 好 那这些事都办完 怎么也得三四个月以后啊 我开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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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